哈喽,大家好啊 欢迎回到马吊学堂 上一个环节,我们为大家讲解了 马吊玩法规则 背后的运行原理 整个马吊牌 的战斗当中 他总的都是分为两个阵营 而且始终是 一个玩家 对战三个玩家 最简单的 也是最 经常的 这种阵营对抗 就是庄家和闲家之间的对抗 之后我们 在操作的时候 尽量还是 不违反调规 我们 还是用实力 操作一下 就比较容易明白 现在 这副牌 26加 陈远远是庄家 面章是 八文 由陈远远先出牌 那我们 丢如是 我和 以及马香兰 我们三个 都是闲家 闲家就是 穿同一条裤子 是同个阵营的 我们呢 要围攻陈远远 那有哪些地方要注意呢 庄家他已经出了牌 他发的二万 牌已经被 我的上家 柳如是 他已经捉掉了 庄家这 这张牌他已经没办法上桌 所以呢 我就应该 应该灭牌 是我们队友赢了 我们不能自相残杀 这个马香兰他也灭牌了 现在呢就是 柳如是出牌 我手上也没有锁子 我就必须要灭牌 如果有锁子怎么办呢 如果我要五锁 我也不能捉 因为 假设 马香兰他不会打 我假设有五锁 我打那五锁呢 陈远远 他有 六锁七锁之类的 那 我捉柳如是的牌 就完全没有意义 本来我这里是可以顶的 我顶一个 大一些的牌上去 让 这个庄家 没办法上桌 但如果我是连赃的话 我这里是连赃的话 我打牛是 对庄家来说 都是一回事 因为既然他能大过四锁 那肯定也能大过五锁 本身五锁已经在我这里了 所以我就灭一张牌 灭牌的时候必须灭十指 三锁 我应该要灭掉 深门的清张 这里的深门是 灌子 但是我灌子没有清张 我可以灭 一灌 是一个去张 也可以灭熟门 我还是选择灭熟门吧 我还是选择灭熟门吧 因为我熟门的牌多 我 我还是得灭牌 我再灭一个 那我现在就要考虑灭这个一万了 我还是没有 我把这个清张灭掉 我就 这里呢 我是没办法活了 我全 一张都上 上不了 但是 这种情况 庄家他也没有能够上桌 所以我 即使光脚 我也熟不了 但是 马香南 他有一个连环锁 摄样还是要输啊 没有能够阻止摄样 庄家输的比较多 现在马香南 他是装 因为上 上一把他赢的最多 但是我没有腕子 而且 我的上架已经把他打掉了 他 反正上不了桌 我就不用操心了 我灭牌就可以了 8桶 一桶 8楼是我的林家 出的 我帮不了什么忙 我直接灭牌就好 我们来 解释一下这些摄样吧 百万和二十万 龙门月 每家六十座 这个情况下 要什么才能拿得到 我必须第一张上桌的是百万或者二十万 就前两张 前两个上桌的牌是这两张 这个非常难 上花天旅 如果先 比如三文武所 这些上桌了以后 在后面是百万和二十万 接连上桌 那就是上花天旅 同时还有一个百后去 都是一样的牌 二十万和九文双飞 两个去 就是双飞 百万二十万九文 它其中一个 只要有其中一个 就是百后去 如果是两个的话 百万二十万九文 所以见见见 就 就 这个中文 这二十二十二 百二十二 百万 四十二 一遍 没 你 一张 大大伙伴 我 现在 不动 转移 都得 都得 12 22 我可以逼满了 他如果没有的话 请愿他也别摸摸 因为双江阿如如狗狗 他就要即使有一个大牌 这回该会该我做牌 我得要在书书里面 今天想像你 我就出一个三桶 三桶吧 猜出一个九桶 九桶被人占了 七条 我出一个二十万 没得什么机会了 就挣个本 十桶是怎么来的 陈渊渊的十桶 他的万万充千万就是五桶 加一个三充 三充三充三十万 一六 六 六 六充 七十万 就是七充 然后呢 空文充 织花 两充 空文充 五文一充 所以就是 十充 我正本呢 我用两张牌 百万虽然没有上桌 但它也是一个正本版 要从庄家那里得到两注 现在陈渊远是庄家 但是我先出牌 我拿到了百万 我还有个索子 有个赏 我就可以报百 我出一个四十万 就表示报百 八文 我打一个四文 我再一次报百 它现在有千身 一般正常情况下 有千身它都应该下了 但是它没有下 九万 我灭一个深门 二锁 八万 我就灭一个五锁 锁子门是深门 八条 八条是庄家的 即使是闲家的 我也应该要打 因为这里不能让尖上桌 这是为了防止摄像 我接着 出一个五万 然后再打一个百万 只有庄家没有上桌 基本上跑不掉 万万捉了千万 万万捉了百万 它会有双胞胎冲 万万捉千万 就是十柱 再加一个七十万 就是十二柱 而八万九万 同时充二万 有两柱 再充一个三万 也有两柱 就是十六柱 所以马香兰充了十六柱 就一个赏充清 只有一柱 我的百万没有上桌 同时也是正门摆 九十万加八万 因为两个双头的 排上桌 形成一个小图 现在庄家是马香兰 他爆百 说明百万在他那里 已经有人做 完了完了完了 我只要 电牌 二桶 我应该要顶一下 没有 阻止了庄家上桌 我再打一个五万 顺干爬 再打个六万 五万 在剩下的是 赎门是文前门 所以我尽量打赎门 九万我只有把六十万灭掉 六桶 我就灭三锁 哇 相当他没有正本 所以他的百万是一个吊摆 八桶 我可以不打 我先 灭一个 让他来打 让马香兰来打 没人挡得住 四万 四万已经 庄家的牌 已经被捉了 我还是不用管 金桶 这回我要打的 因为刚才 马香兰 他都没有拿得住 我们是在庄的前面 别装先出牌 要阻止庄家 上桌呢 就要用 尽量大的牌 来顶 让他的牌打不出来 比如说他有个二文 或者三文之类的 头家出了个六文 我如果不顶 马香兰他如果也不顶的话 那庄家 庄家他又得了一桌 他就正本了 而我现在刚才这个情况 我其实也可以不顶 因为责任是在马香兰 他是挨着成员员的 他必须顶 我打一个锁子 这是俗门 你看他就顶了 七锁就顶了 顶成功了 我是最后一家 三锁 但是按道理 我得让他 他是大牌 所以我还是灭牌 五万 我只有灭牌了 现在就 现在就 刚才没有 没有能够占到 我输了 我就得一个吊摆 那比如现在的话 还是由我起手出牌 这边是庄家 我随便 打一个二锁吧 五锁 赏不落青 这是为了防止设样的 赏不落青 那他 五锁是个青张 我就不管他 我灭牌 六锁 我继续灭牌 试试 我终得打了吧 不能让庄家这样 嚣张 三锁 三万 七桶 我不能让庄家 大过我 我打一个六万 最后打这个一锁 最后的状态 千身二十万 都在底牌 没有人能够冲出来 我冲了一柱 我冲了一柱 牛肉是庄家 他一文 但是我拦不住 如果我拦得住的话 我肯定要拦了 我只有灭牌 灭掉青张 九锁 我也要灭牌 叫我灭 灭生章 这里不太科学 其实可以不灭的 这个一锁也没什么用 就把它灭掉 一万 一万 继续灭掉 灭个大的吧 青张用处也不大 四锁 八五锁 我还得打他呀 我出一个文献 灭一个吧 把灭灭都灭掉 青张 还是要说 你胖 3 好